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太陽能分成兩個,一個叫光伏特效應,一個叫太陽熱能 太陽熱能其實沒什麼好講的,就是熱水器,當然現在的發展已經不是只有熱水器這麼簡單而已 現在的發展是有很多那種,也不能講先進,比較龐大的、比較複雜的系統 這邊跟大家講了一句話,一天太陽照到地球的能量就足夠用好幾十年 你只要把太陽一天用到地球的能量就可以讓我們,所以太陽能是很多的 所以用太陽能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東西,第一個要考慮說這個地方到底合不合適 比如說台灣,你會發現說台灣地小人醜,所以光伏特的東西比較多,因為可以配合居家使用 所以很多啊,比如說美國很適合,美國的西南部很適合,北非很適合,北非那個沙漠 北非又為什麼很適合,因為剛好又離歐洲不遠,所以說發熱電馬上可以送到歐洲去 還有什麼,澳洲也很適合,然後當然你只要說中國也很適合 所以基本上只要地大的地方都適合用太陽熱能 但是台灣就比較小,但是台灣還是有可以用,因為我們講過熱能比較難處理 因為你到時候還是要發電機還是幹嘛 所以說基本上這個地照跟地理尾度有相關,跟那個什麼透明度、海白的高度 其實你等一下看到所有的再生人員會有個特色,它的豐富性剛好跟適合居住性相反 一旦再生人員很豐富的地方,那個地方大概都不怎麼能居住,都不太適合居住 你想想看,風很大的地方適合居住嗎?太陽很強烈的地方適合居住嗎?海浪很大的地方適合居住嗎? 所以變成說再生能員會有一個很大特點跟居住性剛好相反 這個時候剛好是增加了再生能員的什麼樣的成本 你不僅發完電之後,你還要把那個能源從那個地方運過來 所以你會發現說台灣哪邊最大?太陽能哪邊最大? 對,海浪是南部的嘛 南部現在就是人口比較稠密的地方,所以說日照時速 重點是什麼地方?在這個地方?恆春有沒有,春天 然後二,二,所以說為什麼你們要去春,都去春,都在恆春天 那就是台南嘉義就對了啦 你可以看到我長這麼黑,台南人,一天到晚曬太陽 所以基本上你會發現說現在電力南部夠,以後如果要發展太陽能的話,南部也是首選 對不對,然後呢,比如說我們講說熱水器好了,在南部還需要熱水器嗎? 對啊,我就說你洗冷水都沒關係吧,夏天 所以說基本上你去那個比較陰冷的地方,基隆台北 那我又新竹,這個地方比較陰冷夏天還需要熱水,太陽就不夠大 所以這就是在生能源的那個什麼,得一個特性,跟居住性剛好成反比 這個是等高線嘛,你可以看得出來,哪邊就是日照時速跟日照率 就是說基本上剛才有講過日照時速跟日照率怎麼算,這個沒什麼 所以基本上你看兩千是在這個地方,南部這個地方太陽就很多 你看基隆,你看差人家的一倍,所以是什麼那個 所以這個都是要有時候看天吃飯,就沒辦法 太陽能給大家最好的就是什麼,取之不盡,用之不解嘛,對不對 對,起碼太陽還在,太陽還可以在個幾十億年吧 我不知道太陽應該還可以在個幾十億年吧,對不對 不過聽說太陽的溫度會越來越高,所以說以後,在以後的話應該下一個人類會出現在火星嘛 因為那時候地球會太熱,已經不適合生存了,然後火星的溫度剛好跟太陽,跟我們現在地球的溫度差不多 不過不用擔心,這已經不曉得是什麼時候的事情了 所以這樣,好,這個講說只是跟大家講一下這個什麼 所以我們上次講過說這個石油可以用40年,那40年後可以用40年 這個40年是講說以現在的成本來開採是有開採價值的,對不對 但是如果40年後因為通膨或是能源變得很高的話,它變成有開採價值了 我們現在可以做到第三級開採,比如說石油來講 第三級開採的話基本上大概還有百分多到60%,少有30%還在裡面 如果有一天你真的需要把它剩下的30%到60%,它再把它挖出來,你可能要花很多功夫了 不是講過嗎?以前古代那個西部物片一打開油井就會噴出來了嗎? 大家知道嗎?我們上過了石油,油鐵上面有一個封閉層,大部分都是葉岩 這個封閉層就是完全讓油漆完全不能滲透到地面,所以裡面就高壓了 你再打進去的話把葉岩層打進一個洞,下面的高壓馬上就把它噴出來了 但是噴出來了大概只能噴10%到30%,那就是古時候西部電影 接下來的話你就要加壓,加壓的時候就把葉岩噴出來,這個時候可以得到另外的20%到40% 然後接下來的話裡面都還有大概40%到多少的反正都弄不出來 這個時候的話你就用其他的方式打東西進去把它擠出來 這個時候擠出來就第三級開採了,現在是做到這個地步 現在第三級開採基本上就跟二氧化碳封存結合 剛好打進去二氧化碳,把原油擠出來,這樣二氧化碳封存在裡面 不過裡面還是有估計少了30%,多了60%的原油還在這個油田裡面 所以你如果有一天我們可以把它開採的話,這個40年還可以再延40年了 然後還可以講說這個油,那油不是也是剩幾十年而已嗎? 所以如果你有注意新聞的話,其實前幾年中國大陸他們就已經到處在買油了 就在簽那個簽約,因為油也是,當然你說以後如果沒有油核冷不就沒有了嗎?不會啊,任何東西只要可以讓它做核分裂或核融合的話我就變核冷了 只是說你的反應我要稍微改,就好像說你沒有石油,你車子吃那個遺醇可不可以?也可以啊 只是遺醇的可能那個熱質比較差一點,你的開採會比較沒力啊,然後你可能引擎會受損一樣 但是這個缺點就不用講,大家都知道對不對 基本上能量密度低,然後地理限制攻擊,反正就是這樣子,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